我没有录制 我现在录制了 他如果这个时候 他不抽烟 家中的茶几上 却有一个烟灰缸 怎么说 兄弟们 经常来拦子 知道吧 像我不抽烟 我的家是肯定1000%没有烟灰缸的 除了烟灰缸 下一个关注的点 打火机 知道吧 然后再看他的卫生纸的使用情况 很多女孩子 她包卫生纸 还要拿那些布这样包着 这种女生很少约男孩子回家 如果她的卫生纸 就是这样逛着 甩在外面 用了又用了很多 你要担心 最近有可能有男子来到家中 更可能就在客厅 就有一些事情发生 这个当然是我们的书善教我的 好吧 好 这个时候呢 再观察 这个女子家里有没有养宠物 如果一个女生 她自己做 自己住 家里没有烟灰缸 纸巾 也是用这种 有这种盒子包好的 同时 同时家里还养到宠物 尤其是养到猫的话 这个女生 应该是单身 知道吧 应该是单身 如果养狗 你就要注意一番 据我所知啊 很多女孩子养猫 是自己养 养狗 是个男朋友养 记住一点 细节 好吧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观察一番 她的桌子上 有没有零食 有没有水果 还是空空如也 或者说全是化妆品 如果一个女生 她的桌子上 化妆品 甩了一地 然后你跟她认识呢 又是在八五七认识 那么这个女生呢 非常有可能 经常带男生回家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不知道 书上这样讲 知道吧 那么什么样的女生 她很少带男生回家 我给你说一下 她的家中有哪些细节 第一个呢 她 这个 被有 被有男子拖鞋 但是男子拖鞋 并不是从门口的 这个 放着的 而是从 她这个杂物间 拿出来的 拿出来的时候 还没有剪 商标 然后进到屋中 梳妆台 上面 是她化妆的东西 这个茶几上 放着水果 纸巾 有纸巾和包子 然后呢 这个 橱窗外 养了 一只猫 整个房间 布置非常温馨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 男人的物品 然后 去到洗友间 借口上洗友间的时候 观察一下牙刷 有几把 知道吧 如果只有一把牙刷 这个就非常OK 这个不要闹 脚子哥这样也闹来了 然后呢 再观察一下 浴巾 有几根 一根浴巾 OK的 然后呢 这个 除了这个牙刷以外 刮胡刀 不用看 看什么 刮胡泡沫 家中有没有 剃胡泡沫 知道吧 很多女生 会把这个 男生的刮胡刀扔掉 但是会留下 刮胡泡沫 知道吧 因为没有用几次 这些都是些细节 好不好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现 那么 再注意一个细节 家中的充电宝多不多 知道吧 如果有很多充电宝 你要注意了 夜长老玩家来了 知道吧 逃不过我的法眼 充电宝 一定要没有 有些女生是一个人住 有可能你也是她 带来的第一个男子 但是她的充电宝 出卖了她 知道吧 家里从五个充电宝 每次去八五七 都喝得烂醉 回到家中忘记还 知道吧 这个就一定要记住 都是些细节 这个兄弟 说什么 说接下来怎么做 如果是个靠谱女生 我们叫靠谱对待 知道吧 就喝一杯热水过后 离去 知道吧 离去 也要讲究方法 知道吧 你不能说我走了 女生她邀请你来家中坐一坐 她没有让你走之前 你自己提出走 就很杀风景 你可以这样提一下 你说有没有什么电影 要不要一起看一下 女生说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早了 也没什么电影要看 你就明白了 再让你走 是吧 女生怕一屁股坐你旁边 抱一个抱着 拿着这个遥控器 一边按电视 一边问你说 想要看什么电影吗 你又知道四个字 今晚有戏 知道吧 但是呢 如果有一个女生 她说我们家没有什么电影好看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不死心 你可以装作起身要走 走到一半 看她的表情 她没有起身送你 或者说没有很热情的就起身送你 知道吧 你又知道 其实呢 她是真的没有电影看 但是 她不想你走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要不就喝点 喝点东西 我知道一个游戏特别好玩 很适合两个人在家里玩 女生说 哎呀 这么晚了玩什么游戏 你又知道 今天四个字 四以至此 早日离去 互相尊重 下回合 再见 如果女生 她说 哎呀 我家没有酒啊 没有游戏 没关系 掏出 手机 美团外卖安排商 我告诉你啊 现在是科技改变生活 美团 不仅是可以买外卖吃的 还可以买什么东西 很多东西 原来啊 在这个两三年前 都需要我们去到超市进行购买 现在有了美团外卖过后 简直不要太方便 什么品牌的酒类 什么黑皮 白皮 这个果汁 果味酒 梅子酒 香槟 洋酒 白酒 这个江小白 对吧 可乐桶 红酒 对吧 什么这些果酒 白的 黑的 红的 绿的 蓝的 紫的 青的 黄的 黑的 白的 红的 绿的 蓝的 紫的 你的 我的 他的 他的 大的 小的 你的 我的 偏的 翻的 全部都有 知道吗 先把酒安排起来 来一副扑克牌 扑克牌 我有一个 很适合两人玩的游戏 有空你来成都 我教你 你可以加一个微信 小雨学长 208 我告诉你 这个游戏 线下 我会讲 好 那喝 跟女生喝什么酒 千万不要自己选择 我告诉大家 喝什么酒 女生 会有不同的反应 那我告诉大家 首先喝白酒 不可能 除非这个女生 她是那种业务应酬类 知道吧 她要喝白酒 不可能 但是有一种白酒 是很适合 快速上头的 姜小白 但是姜小白 不是用来 直接干的 姜小白 对雪碧 知道吧 心事合法 00后 有些女生 喜欢 白酒 只能选这种 姜小白 对雪碧 红酒 是OK的 一般的女生 你两个人喝酒 不是我 在书上 我看到别人说的 很少有女生 会拒绝 单独跟你喝红酒 但是大部分的女生 会拒绝 单独跟你喝白酒 一般的女生 啤酒 介于拒绝和不拒绝之间 真怒 也是OK的兄弟 真怒 也是OK的 当然喝一些清酒 也是OK的 我告诉大家 有一些清酒 特别是 你要是不知道 什么品牌 我建议你去一些 烤肉店 每个城市 都一些烤肉店 它会有 他那里的清酒 你去选一个 性价比最高的 你去尝一下 味道 甘甜 好入口 后劲 又特别上头 这种品牌 一定要 记录下来 知道吧 好 这个问题来了 在家中喝香槟 大可不必 我的这个书上写的 他从来 没有约过任何女孩子 在家中喝香槟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书上这么说的 所以我呢 也不建议大家喝香槟 还有就是 如果你买红酒的话 你一定要继续住 家中要买一个启瓶器 或者是说 要让他带一个启瓶器 这个书上这个人啊 他曾经呢 就 就有写过 啊 写什么东西呢 摆了红酒过后呢 没有启瓶器 你知道怎么开的吗 去到外面 拿这个墙壁 直接敲开 知道吧 然后呢 还要拿那个过滤的 滤了半天 不要有玻璃渣掉进去 很危险 所以说呢 不要 去 特意的买红酒 除了不要买红酒 这种特意的去买红酒以外 啤酒 最好是买一拉罐瓶装的 因为女生家中 可能没有起子 知道吧 你买了过后 回来又起不开 牙齿一咬 把牙齿咬断 今天回家 一百 休牙一万 知道吧 打口不闭 每次出去 别人问到说 小伙子 你怎么是缺牙吧 你都会回想到 上一次去到女生家中的 那个夜晚 你买了四瓶 大乌书 今天准备不醉不归 咬到第一瓶就把牙齿崩断了 最后被女孩子送到人民医院 去看牙齿 大可不必 知道吧 继续 我们来 继续我们来 好 买了啤酒 买了红酒 甚至你可以再买点果酒 花下来一百块 比你去什么酒吧 八五七 便宜一万倍 买完过后 记住 再买两个东西 一个 扑克牌 知道吧 扑克牌 第二个 给自己买一把牙刷 这很快了 知道吧 看女生 拒不拒绝 知道吧 你给自己买把牙刷 女生她会觉得你很好笑 知道吧 她明天会去给闺蜜说 说你知道吗 昨天带个小哥回家 她没有去买安全措施 她给自己安排个牙刷 说明什么呢 这个是 这个 爱干净之人 显得很特别 很简单 兄弟们 你不急嘛 你一来就暴露 你酒都没喝 你买一个 这个 寄生用品 女生防备心就来了 她也想 你妈喝了酒想干嘛 对不对 你买个牙刷 可进可退 她说 你想干嘛 在这儿过夜吗 你说没有 你说我喝了酒了过后 我不喜欢酒的味道 你说 啤酒的味道不喜欢 我每喝两杯 就要输个口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也不用买 知道吧 先把话说在这里 然后呢 买了过后就喝酒玩游戏嘛 就那一套 知道吧 什么时候 买这个寄生用品呢 很简单 我告诉你们 玩真心话大冒险 当女孩子 她输了过后 酒过三选 你说 你现在大冒险了 你要做件事情 女生很紧张 说做什么事情 知道吧 你说 帮我买个东西 价格很便宜 二三十块 欧不OK 她说OK 你说那就帮我买一个 寄生用品 保护我自己 送给我 这是大冒险 知道吧 这女生这个时候 你觉得她会拒绝吗 那你大冒险 知道吧 那你二选一 要么买机身用品 要么现在把衣服脱了 知道吧 所以说呢 你用智慧 这叫兄弟说 直接大冒险 真心话吗 这个 文水手艺人 你简直是 搞不清状况 一开始 我就告诉你 不要在这里 搞花里胡哨的 什么真心话大冒险 先就喝酒 聊人生 聊梦想 聊 诗语远方 懂我意思吗 你一来 真心话大冒险 你傻子吗 你是 你是不是二傻子 这里少跟弦 还是怎么样 你不知道 什么叫做理想吗 聊聊你未来的规划 当然这种未来的规划 是比今天晚上 更遥远的未来 你不要一来 就跟他聊 今天晚上你的规划 会这个 怎么样 对吧 大可不必 聊聊真正的未来规划 我呢 还是想 把我的事业 从头做起 12年的时候 18年的时候呢 公司遭遇挫折 这两年呢 沉寂了很久 未来还是想要 把事业重新做起来 你呢 你未来有什么规划 来啊 来来来来 喝酒 聊聊你的规划 啊 你的规划很不错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继续聊聊 真的吗 哇 我觉得你很有想法 来来来 喝一杯酒 敬你一杯 敬我们的思想 敬我们的未来 这怎么样 书上讲的 都是些 书上自有 言如玉 书上自有 黄金屋 书上自有 这个 你的爱情 好吧 那么 这个 还是什么娱乐吗 我一般娱乐 一般娱乐 荣誓计划 可以改变我吗 还是给我一个 王炸的开始而已 我觉得你先别 王炸开始 你可能 先把这个 规则读懂 好吧 规则读懂 如果男生 不能喝就怎么办 你不能喝酒 你就老老实实的 就在家里看电影 知道吧 看电影 吃薯片 看到一半说 要不要休息了 对不对 这样子 这就是什么书 我怎么知道什么书 一本秘籍 看一本秘籍 这个000 怎么你的灵 变这么大了 还是你本人吗 我在这里 显示你的灵 他们怎么这么大了 这个叫000的 昨天也在 这小兄弟说 聊到什么点 可以真心化大冒险 聊完人生 聊完事与眼方 突然话锋一转 今天就聊到这玩意 你会玩游戏吗 这个扑克 女生说扑克玩什么 拆大小吗 我有个更好玩的 告诉你 玩玩扑克 玩玩这个小游戏 这种兄弟说 感觉你情商是蛮高的 怪不得女生喜欢你 不是 是这样子的 你以为 是靠法拉利 兰博基尼 奔驰四成四 还是靠这张脸 肯定是靠的是一种智慧 兄弟们 知道吧 这位兄弟说 女生问我 为什么会带着寄生用品 怎么解释 妈妈告诉我 做男孩子时刻 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书上写的标准答案 妈妈告诉我 一定要强调妈妈 为什么 因为你是很无辜的 你傻白甜一个 你不懂 你什么鬼 我不知道 但是妈妈怎么说 我怎么做 我小孩子 我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 保利贷 保护好自己 你会快快长大 你每天在这里翻二的时候 我已经注意到你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 在这里什么注意到你 大家有发照片吗 我看一下 在哪个群有照片 可以点评一二 既然没有这个照片 那么我们就继续讲 很多时候 大家 大家会这个 会觉得 就是 你身上 或者你家中 有这种寄生用品 是一件很难 难以启齿之事 但是书上 他却不这样认为的 书上他说 这个作者 他说他曾经 有几次去女孩家中 大家正要 就是关键时候 女生突然说 要使用安全用品 男生就很懵逼 说我没有啊 女生很自然 也大方的说 我床头有 说这个作者 他也是很懵逼的 女孩子 现在都这么的大方 那男孩子 你真诚一点 直接一点 不好吗 对吧 当女生说 你要使用一些 安全用品 你说没问题 现在可以了吗 这时候女生说 你不安好心 随身席带 我会说什么呢 不是我 书上教的什么呢 妈妈告诉我 男孩子出门在外 学会保护自己 这顺利说 这个 点评照片 OK的 丢什么手雷 知道吧 一看你们自己 就没有经验 在座各位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不觉得这个东西 它很难打开吗 笨手笨脚的 有些扯不开 有试过吗 对吧 你试过那种 键在悬上 不得不发 你妈这个东西 拾不开的情况吗 除了这个拾不开 我告诉你 最烦的是什么 是那个盒子 拾不开 它外面有一层薄膜 你必须要把薄膜 撕开 然后才把东西取出来 那个薄膜 非常难拾 我一般都是拿牙齿咬 死一咬 知道吧 这个 不带肯定不行 我我操 兄弟们 现在 这么险恶 你敢不带 知道吧 怎么呢 要点评照片了吗 撕开了 但是带反了 那 你就再带 带回来 知道吧 你们很皮 你们皮皮鲁 你们是童话大人 皮皮鲁 童话大碗 好 我们来点评这个照片了 画面来源来一个 创可 OK 图片砸开 继续来 这个来了 这照片 这兄弟的这个照片 给我一种 这个很玄学的感觉 就是你这位兄弟 你这位同志 你吃个火锅 你还要摆拍 以下是什么意思 就我告诉你 你的这些照片 你的朋友圈 你发出来的 你记录的是生活的精彩 而不是记录的生活本身 这个 而且呢 你这个摆拍 也太 太严肃了吧 这样子 这个火锅 我从来没看过 如此拍照之人 以为在捉鬼 这个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 所以这位兄弟 你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不是你们出问题 这位兄弟呢 我觉得 首先呢 这个背景啊 就略露了一点 背景 你坐在这儿呢 这有个细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要是穿这种鞋 要么就穿这种长袜子 看得出很花花绿绿的 好看的 要么就隐藏起来 不要在这里录一半 特别是这里看 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出问题 好吧 说错话 被女生删除 怎么样加回来 你犯错就承认啊 挨打赞我 你最多加一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加一次 通过验证说 小语姐 你怎么把我删了 即可 知道吧 如果女孩 她不愿意加你回来 你大可不必 知道吧 我也我也经常被女生删 我也经常被女生删 怎么没有 没有看到大家的照片 没有看到大家的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怎么去穿这种鞋和袜的搭配 好吧 鞋袜搭配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我这有一张 可以说是现在比较标准的一种穿法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而且你们 我觉得一些细节会想到自己很low 知道吧 有一些细节会让女人觉得你特别的low 就是鞋子和袜子没有搭配好 首先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我 我的这种穿鞋的这个姿态 OK了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这样子穿鞋 看到没有 它是什么呢 它是踩在这个后跟上 然后呢 没有穿这个袜子 看到没有 并没有穿袜子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是一种流行穿法 很多人穿这个 他会穿袜子 但是我不穿 他会觉得说会很脏啊 或者什么 你好看为主 不要乱搞 好看为主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这个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张照片 再来看一下 怎么穿鞋和袜 我来给你们教你们一下 因为我发现很多男人 他在穿鞋和鞋袜的时候 他是出问题的 他是出问题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 一定要给大家安排一番 安排一番 ok的 这张照片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袜子穿出来的感觉 但是你看我这个袜子很漂亮 蓝色小袜子 不会是那种白色的 你看就知道很土 然后你看 我的袜子上面没有花纹 很素 很有质感 有些人穿那种 他妈的屌丝袜子 一看就知道散叉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其实呢 你的这些细节的搭配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我的一张照片 这个是一个你妈赛车场 我操 卡丁车赛车场 这是一个 看到没有 我的袜子是怎么穿的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我这个就属于是上面有字的袜子 但是呢 它不会整个袜子的中间有字 它是在这个脚颈 有一个logo小logo的感觉 可以看一下 这袜子穿起来就很有质感 女生觉得挺好看的 这是去韩国电影节的时候 穿的 你看看我的这条裤子 再看我衣服的穿着 你看看我怎么穿衣服的 这衣服很长 但是呢 我塞了一个在腰间 一个字 帅 潇洒 非常潇洒 飘逸 风一般的男子 这张照片呢 有女生直接看了过后 私信我 说他要撩我 所以这张照片呢 属于是我比较帅气的照片之一 这种穿着打扮 这样就飘逸的 这个衬衣 外套 很舒服 那么 继续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鞋袜的搭配 大家呢 一定要 记住 好了 这个就是 穿那种小白鞋 看一下 穿这种小白鞋 你看到没有 就穿一个不要露出来的袜子 这个就没有 袜子没有露出来 对吧 穿个小白鞋 没有露出来的袜子 我们继续再来看 有些呢 会穿那种很低帮的鞋 低帮的鞋呢 穿船袜 不要把袜子露在外面 但有些时候呢 你又要穿好看的袜子 露在外面 说一些细节啊 大家一定要去熟练掌握 一些去熟练掌握 好 那比如说 你穿拖鞋 或者说 你去坐飞机的时候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兄弟呢 他就会习惯性的穿个袜子 再穿拖鞋 大可不必 直接穿拖鞋 把袜子也脱了 对吧 把袜子脱了 穿在这里 这是一种穿拖鞋拍照的方式 当然这个是多年之前拍那种炫浮照 OK了 好 那么可以看到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就是穿那种 很紧 紧很低的这种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上面呢 看这里 他是看不到任何的 袜子痕迹的 看到没有 再看这只脚 他是看不到的 很多男生呢 就会在这里给他加一个袜子 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 并不需要 这都是一些穿衣的一些细节 当你学会了过后呢 其实呢 可以很安排 那很安排 我30岁不会这么穿的 那 所以说呢 你就土 知道吧 你是这样的 很多人他认为 我30岁了 我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 我要成熟了 我要穿的像一个 30岁了 OK的 那我想问一下 你想找一个30岁的女人 还是想找个18岁的女生 对不对 就你 你这样穿 你为了显得自己成熟 为了显得自己稳重 你失去了恋爱 你失去了女人的喜欢 有什么意思 很多男的觉得 我30岁了 我必须要顶个大肚子 我必须要穿一个商务休闲 我才会让别人觉得 我就是 是一个事业性的男子 我想问一下兄弟在座各位 你们觉不觉得 小语学长是事业性的男子 你们肯定会觉得 你会觉得小语学长 不仅是妹子喜欢 工作也干得不错 公司也开得很牛逼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用一些 比较商务的 比较或者说比较正装的一种风格呢 来跟这些 这些人去交流和沟通 比如说你如果需要一些场所 你需要你穿正装 你大可就给自己安排一些正装 对不对 你大可就给自己安排一些正装即可 对不对 你没有必要 在这里搞商务休闲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正装 有正装 有皮鞋 有领带 有腰带 对啊 也是有这个正装的一面 好吧 其实呢 说句实话 大家呢 大家呢 可以这个 看到啊 我们呢 这个也是有这些正装的一面 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正装的一面 啊 每个人都有这个正装的一面 对不对 都有这个正装的一面 是不是 所以说呢 你没有必要 天天 搞到这个 这个样子 啊 没有 不要天天搞成这样子 你也有 很时尚的一面 你也有 很酷炫的一面 知道吧 你也有这个 正经 正儿八经的一面 那么 当别人觉得 你有多面性的时候 你用正装的那一面 来 去跟兄弟们这个 工作 对吧 跟大家呢 来这个怎么样就OK了 对不对 其实呢 这个是有 都有些些些安排 对吧 安排都是有的 虽然说很傻逼啊 我最讨厌这种傻逼 装逼照了 知道吧 所以说你们很少能够看到 啊 你们 极其早 看到这种傻逼照片 知道吧 极其少 但是有 所以说呢 呃 我的建议呢 你平时有平时的样子 当你这个 去正式 比如说你去颁奖啊 你去参加一些 一些颁奖典礼的时候啊 什么样颁奖典礼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啊 比如说你去一些颁奖典礼啊 比如说你去一些颁奖典礼的事 自己安排一些证装 对不对 比如说你去这些颁奖典礼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安排一个证装 对吧 比如说你要去这个 但是呢正装呢 它有分几种啊 一种是正式的 它有种比较休闲的啊 比如说 今天要去谈个生意之类的啊 去见一些略休闲之人啊 这种 西服也可以安排上啊 这个 当然还有很多啊 这个 啊 比如说 我看一下 还有没有这些 证装啊 有没有看一下啊 啊 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些这个 颁奖典礼的时候啊 然后我的颁奖典礼呢 啊 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些颁奖典礼 颁奖仪式的时候啊 你这些证装是必不可少的啊 这些啊 颁奖仪式的时候 你看一下 人魔狗样 看没有 啊 人魔狗样就来了啊 看 哎 对吧 哦 刚刚 这种 这种青年才俊的感觉就来了 对吧 嗯 也不一定啊 比如说 你要去做一些正式的这种宣讲啊 啊 这个 感觉就来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一个男人啊 你要有多面性 你不能 你不能只有一面 知道吧 你并不能只有一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你得需要多面性 啊 啊 啊 比较多面性 你知道吧 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 多面性啊 看一下这个多面性 我看不 你看一下啊 这个特别的好舒服啊 这个就快乐了 这个 这个也太 太长了吧 这个也 这照片也太长了吧 这照片怎么受不了啊 这个照片 哎呀 也是可言可甜 看到没有 也是可以放大 哎 看到没有 很震惊啊 也是很震惊啊 也是很震惊 所以说呢 这个 正式的也是ok 这兄弟说什么 说 我说挺正规的 我们什么时候不正规了 你妈 我们一直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 好吧 这兄弟说什么呢 说说明 救急可以吗 你要怎么救急 你要怎么救急 我1米76 我1米76 你要怎么救急 你说 说你 你想要怎么救急 当年眼袋很重啊 这个眼袋割过 我们 这个 都告诉了呀 ok啊 练脉可以的 练脉可以的练脉 练脉来呀 练脉 练脉来呀 来 有什么话语 来 好 你把聊天记录发给我 发到哪儿了 发在哪里了 你来就发在哪里了兄弟 我先 哦 你跑了啊 这小兄弟说 颠方时期不珍贵 轮到颠方时期 对 我们很正贵啊 只是被傻叉干了 假设你说的那个抖音 我们怎么搞 收清楚真相 直接当场给你疯了 怎么办 继续说 可以吗 那我还要去注册一个 身份那个电话号码 哪个等于好 我自己的吗 你说我用我自己的那个 我那个不是被限流了吗 这个视频照片请安排 这兄弟又来连麦了 我看一下 座级拍照片来了 各位是 还有两个发到交流视频了 交流视频是吧 ok的 你帮我看怎么解 怎么怎么解决 因为现在我给他 弄矛盾的提示 好 ok的 这个画面已经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兄弟 他要来解决他的情感问题了 我们先把这个画面 先给他弄出来 好吧 先把这个 因为我跟他有两三天 没怎么说话了 好 我了给我才回他的 你跟他发了什么东西 就操作寄层嘛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我记 兄弟你又不在了 你又不会有消息记仇 他发了个什么东西呢 你记仇什么 每日更新 什么情况 记仇了的一些东西 那什么东西 他说 没有不想解释 最近适应的东西 不好意思 关于毕业的情绪 以及对未来的迷惑 感觉自己渺小 ok的 你看一下 这就是个典型的捉捋 那么为什么是捉捋呢 你怎么又又来 来来上下 说你在不在 ok了 那记仇都先等于 再发你吧 没有没有 先看后面的 先看后面的 我们先看一下 这女娃说他 你不回我信息记仇 然后你发了这东西 他说我不想解释 最近实验人的多 情绪不好 不好意思 那就ok 那他有他自己的安排 这就是他自说自话 跟你没关系 看下一张 如果我发现真的想做你说的什么 我就不会让你发现 也不会不会信息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不会有消息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因为我们不是伤立视角 我听不懂这女人干嘛 我听不懂 因为我之前 有两阵天没有给他说话了 所以我也没回他了 应该怎么回他 他没回我 有有六从六号晚上开始 六号到到今天三十天了 然后他就说这个 然后他今天今天找我了 然后我就回到他你不问好 然后后来他说既存了 然后我就发了一些 这几天事情发给他 我心里的情绪不爽的点 发给他了 让他说这句话 ok的 那他有他的想法 你说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回你信息的 这个 心里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不说那想的 ok ok 分担 ok 你当了一个知心大哥是没太大问题 你的回应 没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女人怎么说 我从来都不喜欢跟别人分享心思 因为是我自己的事 跟别人说了会关心的人会投胆 不关心 没有意义 窃喜 对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知道吧 这个时候你要记住一点 女人他现在他不是跟你聊天的问题 他现在在陷入了他自己的一种情绪的问题 就是他在这里自己要说一些他自己想说的东西 你就让他发挥即可 你就说好的二字 知道吧 我后面没有回 他后面他后面还去继续说了 我过怎么回 后面还又继续说了 你看见没有 你不要去评论他 你在那里那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敞害心扉的人 你傻叉 你根本不要去跟他评论 卧槽 女人这些心事来了 你评论个屁 不要说你了 我都不懂 女人给我发这么大一坨一圈 我就说好 我说知道了 就完事 你站在深渊之中拼命晚上把拼命再开你转了 你就很累了 但是这时候我你怎么不让他 所以不要麻烦 OK 好了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OK的 就刚刚发的 刚刚发的 但是如果你找到专属电电的话 可以知道错就不一样 9点25 现在9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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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怎么回 你就说好的 你说别想这么多不开心的 你最近什么时候空 出来一起看个电影散散心 这就完事了 知道吧 这么简单 像你们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说 知道吧 懂我的意思吧 大家呢 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呢 你们的点搞错了 女的有些时候呢 他需要你的关心 你关心 但这个时候像他自说自话 他这个时候需要你关心吗 他不需要 他只需要发泄自己的情绪 让他发泄即可 发泄完了转手一波邀约 好吧 你又来上麦了 你来来回回 进进出出的 这位兄弟 你说 我刚刚我想回 因为他最近在考试 在复习考试 肯定没有时间出来 我他他在学校里面 我他约会约不出来 我可以这样回 你就说 你不想太多 先把你考试的事情解决掉 然后我会陪在你身边的 大可不必知道吧 你这个 感觉吸取敷衍知道吧 嗯 就你这种你这种情绪就很让很这个很让这个很让很让我觉得卑微 他在这里负面情绪爆炸一一堆你作为男人你应该让他坚定不要让他在这里搞负面情绪知道吧 就因为可能我俩的性格不一样 兄弟 这是我告诉你 我遇到这种傻叉女子 就情绪爆炸 我就NRO即可 知道我不爱听他这些东西 你这些东西不要跟我说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当女人跟你说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如果回应特别好 就会容易陷入这种填狗误去 女人就会习惯于找你分享这些负面情绪 就当女人在这里分享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一定要搞让他搞明白一件事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 你想要跟他在一起 你的一些不开心 你的一些不爽 你会他妈的跟他爆发出来吗 你不会 因为你觉得这些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你担心是爆发出来过后 他觉得你 是情绪 情绪化很严重 不喜欢你 你说说 说每个男人 特别是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的时候 说句话 说句实话 就是大家不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暴露给女生 因为你会担心这个女生因此而不喜欢你 但是你看到没有 这个女生他 一点都不担心你不喜欢他 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他根本对你就不在意 知道吧 那么我告诉你实话实说 我认识了这么多女生 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跟我聊天 因为他这样聊天 我瞬间就觉得这女生傻子 老子他妈不会联系他了 但只有你这位兄弟 你这位同志 还要特意联起脉来问 我如何当舔狗 懂了吧 兄弟 像女人在那里搞负面情绪 你就一个字滚蛋 你妈你是谁啊 我操 我要过我开心生活 你干嘛在这里下头啊 我操下头怪怪赶紧滚 你还要来连麦问一下 下头怪找到你了怎么办 知道吧 你恩啊我即可 知道吧 为什么你不去把你的这些不开心 分享给你喜欢的女生 为什么 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担心他因此而不喜欢你 但是为什么女人敢这样做 很简单 因为他不担心 为什么他本来就不在意 你喜不喜欢他 可能我之前做舔狗就舔太厉害了 又说不用你跟他怎么做的 不是你之前做舔狗舔太厉害了 你现在问起问题来 让我跟你一起当舔狗就不对 我知道了 因为我还有一个疑问 这个时候不应该给他产生什么共鸣吗 对啊 这个就是舔狗啊 看到没有 就是舔狗的思想就来了 就是舔狗 他不是一来就舔的 你现在还要来共鸣 我就想问一下 你给女人说这些 你妈的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 这些正妹要不要跟你共鸣一番 正妹你妈看的都恶心 还要他还来共鸣你一番 我也想问一下 你去跟这个正妹聊天的时候 你一来就说你妈今天真的是太烦了 我老我上次又在烦我 哎呀真的讨太讨厌了 正妹他会来给你 他会给你来共鸣一番吗 他会说一句恩 或者说你好好处理你的事吧 我要上课了 知道吧 还跟你共鸣一番 这个兄弟们 兄弟啊 你千万不要觉得是这样子 就说舔狗是什么意思 就是找了机会 想到一件事 我怎么开始舔了 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想的不是吸引女生 你想的是找机会就 暴露自己舔狗本性 把女人舔的舒服舔的开心 什么时候可以在这里 当一个狗奴才 卑躬屈膝的讨圣上欢心 抓住机会就开始讨她欢心了 就是舔狗本质 就你的思想就是 我怎么让女人觉得开心 我怎么让女人觉得 哇 快乐 怎么样 你没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让你开心快乐呢 对不对 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 你妈从最根本就出了问题 就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 你任何时候 你想的都是我要填起来 我要提供价值 我要怎么样 那是这样的兄弟 你提供价值是在于你吸引的过后 对不对 他已经喜欢你的 你们俩都已经不错了 提供价值让他觉得你 并不是在这里打嘴炮 有问题 现在我和他是像情侣关系 什么情侣关系 拿情侣关系了 你不是拿情侣关系 你就应该让他见面 我操你说情侣关系了 那你怎么畏畏缩缩缩的呢 你都情侣关系了 你还这样子跟他说话 不你这个不是情侣关系啊兄弟 我现在很混乱很混乱 你说 不你怎么情侣关系了 你俩有发生过关系吗 没有 你俩没有发生过关系 那怎么就变成情侣关系了呢 那怎么就变成情侣关系了呢 可能第一个两个电子 不是 怎么怎么就请 那你俩有拥抱过他 或者他跟你说过 这个发过朋友圈 在他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里面要合影 或者说在这里牵牵手这种 有发过吗 没有 那怎么就情侣关系了呢 他头像过用的情侣头像 然后他发微博就没了 他发过微博 对 就是你俩的合影 他没有不是合影 我发过微博就是关于我的 然后他删掉了 过了过节就删掉了 不是他发微博关于你的发了什么东西 就是我跟他说句话 然后他配了个文字 然后我说 然后发微博 我明白 他是发的这些吗 来来来来 我给你看看微博 我给你看微博 等一下 他底他底下有有的朋友朋友 明白了 明白明白了兄弟 我来给你安排一下这种照片 我这里也有 好吧 就是把你的这个聊天结出来 对不对 再发一个评论对吧 来了 主要是我跟他问题出问题就是 上个月他前任回来找他 纠缠他 就前任买了 对 他行李就一直找他复合了 所以说我跟他感情出现问题了 等一下 我来 我来给你们好上安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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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兄弟上麦是很有必要的 我必须要把这个兄弟给你们安排上 免得呢 这个我就笑了 我说为什么有如此之这些人哈 结果呢 这兄弟呢 也ok的 等一下 我一定 我一定要把这个给你安排到位 我一定要给你安排到位 啊 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给你 给你安排到位 对吧 ok的 啊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啊兄弟 我一定给你安排到位 啊 我要给你安排到明明白白 啊 好 来了 兄弟啊 不闹 啊 不闹不闹不闹 好 他是不是发过类似这样子的话 啊 来兄弟看一下 啊 啊 对不对 微博发这些话语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啊 嗯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圆图 啊 啊 这么体贴的朋友爱了 对吧 把你跟他的对话 把你的头和你的名字结上去 然后发了这个微博 这么体贴的朋友爱了 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就是男女朋友了 兄弟 我操 看到没有 舒服 啊 女娃是不是这样发的啊 这么体贴的朋友爱了 知道吧 在干嘛呢 在挂田狗知道吧 笑死我了 对啊 啊 你看一下他发的什么东西呢 啊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女娃发的什么画画画画面 啊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啊 看一下你们一下懂了啊 一下懂来了啊 啊 这个是 这个男的给女的发的啊 信息啊 啊 来了啊 啊 方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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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药罐子知道了 秘方 啊 早餐也给定好了 一会儿接了再吃药 妈呀 啊 啊 啊 对吧 他发了这个 对不对 你男女朋友来了 你妈的这种 牛逼 我只能说牛逼啊 厉害了 看一下本宝宝的回应 这么体现的朋友 连个头像和名字都不配有 你看女生说 我是无所谓 怕别人隐私不能公开 你看女生 厉害了 对吧 这个顶级渣女 啊 我是无所谓 怕别人隐私不能公开 我说她是有女朋友吗 给别人当甜口不好意思公开 对吧 来看一下这个女子 她是怎么跟本宝聊天的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兄弟 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你还微博微信公开 老子大妈的头给你打爆 知道吧 你跟我说话 好 来了 来看一下我和此位女子之聊天 啊 我和此位女子之聊天 我马上给你安排 啊 她又换头像了 啊 渣女最爱换头像 但没关系 来了 啊 这是我和你们的女神的聊天 啊 看家业一个人啊 对吧 不是OT舰吗 我要说行李坐飞机困死了 我说好 没睡着做个屁 我呢 你满你的分 没啊 不像你啊 知道了啊 就完事 是吧 这个是本宝 和他聊天 大家呢 可以再来一些更加 让你们这些舔狗们大失所望的聊天 啊 必须给你安排到 必须给你安排到 啊 来 来 来了 马上给你安排 好 来了 你看一下 我来告诉你们这个女娃啊 来了啊 这就是啊 啊 看到没有 我说 见到我会好点吗 你微博都修恩爱了 我又不是你背拍啊 我说你啊 你还要看 你还看到我微博啊 把我删了 后面我又给他夹起来了 知道吧 他又通过了 知道吧 这个舒服 知道吧 像对待这些女生就是 反复按在地上 揉搓即可 但丁说聊天核心是真诚 但丁又是谁知道吧 你为什么经常问一些莫名其妙的 你你跑到拳王太深这里说 你说这个 马保国老师说 年轻人要好之为之 知道吧 拳王太深就问你一句话 马保国是谁 知道吧 你就傻眼了 没有三号 并没有三号 又加上了 这个就有点喜剧 是吧 怎么样 兄弟们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女人在这里挂你 她并没有觉得你很好 她是在显摆她自己很受欢迎 她是发给那些 我这样子的人看的 知道吧 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 这些女生 一直跟我当备胎 她很不爽 是吧 她觉得很崩溃 你在微博上 都已经修恩爱了 还过来找我 你什么意思 把你删了 知道吧 那你没有什么用 这位兄弟 你什么用 你的做法就是给他当舔狗 让他把你的 对他的好 给明明白白的截出来 然后不带你的头像 也不带到名字 告诉像我这样的男人 他还有人要 知道吧 你的唯一功能 就是什么呢 当一个舔狗 关键是 你刚刚对你的男女朋友的定义 让我他妈的都笑掉大牙 我不用说笑掉大牙了 我假牙都要笑掉了 你给我来一句什么呢 我俩是谈恋爱 老子你妈都傻眼了 你对跟你谈恋爱的女的 你妈的你连话都不会说 你谈个毛线恋爱 知道吧 谈恋爱是什么 是公平 我这边直接来谈恋爱 我说你过来 知道吧 你什么意思 你在这里唧唧歪歪的 这个是谈恋爱 我说要不要认证谈恋爱了 你干嘛你在 对吧 说些什么话 你真的是烦死了 我每天工作这么忙 你就说这些话 什么意思 这个还是谈恋爱 知道吧 你过来过来 坐在这里 说清楚 对不对 你这个谈恋爱 对吧 哪有谈恋爱 你妈你这样谈的 你现在是这样谈恋爱的 知道兄弟 你妈 你妈是这样谈恋爱的 你是这样谈恋爱的 兄弟 你说这个你明天想买什么东西 我这里才发了工资 你妈你这样谈恋爱的 兄弟看清楚 知道吧 那你这有你这样谈恋爱的 兄弟 你是不是男人啊 对不对 你丢不丢你家父母的脸 我想问一下 你妈你爸爸你生下来 不是给其他女人当甜狗的 男人要尊严 好吧 你真的是看到我心痛 赶紧加一个 小雨学长208 你别这样子来现下了 先去让他送你几本秘籍 先不要当甜狗 好不好小雨学长208 老子看到都心痛 你们这些男的 你妈的 这个 兄弟说把我的 档次拉低了 恋爱谈恋爱不能互相倾诉吗 可以啊 关键是他没有互相倾诉啊 这个还是最关键的 我们都说了互相倾诉 现在是女的他妈的在这里 说了一堆 男的要稍微倾诉一点点 女的就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这个你妈叫互相倾诉吗 你自己看清楚他们聊天记录啊 就是妈舔狗啊 卧槽 爱猫的冲哥说强调男人尊严 女人不甩你啊 卧槽 你这句话说的牛逼啊 我终于知道甜狗是怎么来的 来了一句强调男人尊严 女人不甩你啊 卧槽那为什么我这么有尊严 我在这里随便忽来换去 我在微博他妈都秀恩爱了 这个女的把我删了 又把我加上 那他妈怎么回事呢 兄弟怎么回事呢 什么意思 你来给我搞句这句强调男人尊严 女人不甩你意思是 我必须得没有尊严 女人才他妈要甩我 卧槽 我只能说四个字 傻逼滚出去 你妈的 这位兄弟说你有钱 看到没有 傻叉来了 知道吧 他已经被驯服了 对 你看一下 你们这些人已经被驯服了 跟钱没有关系 我也想把你删了 为什么要删我 干嘛 这个 这是五个字 是吧 哪个五个字 我想问一下 你有钱 我并没有钱 我告诉你们 关键是这样的 也没没钱就不能谈恋爱了 对不对 说句实话 你们还没有他妈在里面 看守所的贼娃子 有尊严 知道吧 看守所那些偷电瓶车的都知道 女人嘛 哎呀 不能宠着她 看守所的偷电瓶车的人告诉我的 我在里面我虚心求教 我说小哥哥你认识了这么多女孩子 你这么受欢迎 秘诀是什么 他说秘诀是什么 秘诀是不要宠着他 若即若临知道吗 他告诉我 而且呢 他给我说个秘诀 他说如果我今天想和哪个女生发生关系 我说要给他打来吃了 他的原话 他说我出来我肯定不会跟他牵手 跟他拥抱 太急 女的不喜欢你太急 我第一次我不会碰他 我第二次直接带回家中 这个是里面偷电瓶车的人 给我说的 知道吧 你们他妈连个偷电瓶车的都比不够 你他妈书白读了 给我来一句 哎呀你有钱 我想问一下 这个偷电瓶车的人有没有钱 你骂的 偷一个电瓶车 卖八百块钱被抓进来 知道吧 你在这里跟我说这些 这个兄弟说 这个女嫂难多没办法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女嫂难多没办法 你把他妈的所有东西都怪社会 怪你妈女嫂难多 怪家庭 怪自己穷 那你就loser一个 真正的人他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那很简单 女嫂难多 那为什么我这么多女生 你又要说我有钱 我现在没钱了 你看一下我办公室 要不要看一下 你妈这么小一个办公室 做你妈七八个人 这个叫有钱 你看我办公室乱腾一坨糟 你来看一下 这个叫有钱 兄弟 你对有钱的定义太过于肤浅 知道吧 觉得自己这个菜的可以加一下 小宇学长208这个微信 兄弟们一起进步 我在这里说你们 我不是在这里嫌弃你们 也不是在这里要打压你们 或怎么样 我是希望把你们骂醒 你老子必须得清醒 知道吧 你老子必须得清醒 你不能失了字 很多人他失了字 知道吧 很多人他失了字 他出了问题 知道吧 好 兄弟说什么呢 说你毕业来我们公司也都OK 都OK的 如果你不是马云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折瘦研 就了不起了 你说对了 对吧 现在的女孩子比以前精明太多了 你也说对了 对吧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觉得谈恋爱必须得有钱才帅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马上去春心路街头 去你们那个市中心街头 你看一下哪些人 旁边的女生 男的站到旁边是真的很有钱的 你跟他们去地铁 你看他们去买了车票过后 支付宝余额只剩二十多块钱 两百多块钱 你去看一下别人一样谈恋爱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穷 觉得自己是丑 你只能怪自己不努力 你为什么这么穷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很简单 你不努力吗 别人在读书的时候 挑灯夜战的时候 你他妈在那里玩手机刷快手 知道吧 别人在这里做题的时候 你在那里想着撩妹子 你不穷谁穷呢 该你努力的时候 你他妈贪玩 现在赚钱了 你怪社会 怪你自己穷 找不到女朋友 你说自己不行 对不对 说句实话 不要在这里怪社会 也不要怪自己穷 这个穷是你的选择 如果每一个人都选择 像我这样子 越挫越勇 像我这样子不轻不言败 像我这样子 像个打不死的小强 我告诉你 不会穷 知道吧 你有没有试过肋骨断了 还要去参加比赛 你试一下 把肋骨敲断了 你走两步的通 你还要去参加激励比赛 你如果能够坚持 如果对自己有我这么狠 你就可以拥抱幸福生活 我一直这样做的 你对自己就很随意 对吧 胖了就无所谓 想吃就吃 想玩就玩 想喝就喝 想睡就睡 那你跟猪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你的命运就是任人宰割 对吧 而不是主宰别人 我们一定要教会这些女娃 老老实实的做事情 不要在这里天天搞花里胡哨 我肩负使命 肩负如此伟大使命 所以我对自己非常狠心 好吧 之前资料是不是过时了 没必要看学习了 对 你学2021年的 之前资料有一些 它是过时了 但是有一些还可以用 但是2021是我们可以总结好的 小宇学长208加一下 就2021年这些资料是给你们总结好的 是OK的 不要努力了 不看直播说对了 当有一天你有钱又有闲的时候 看看我的直播报名两个课程 妹子有的是 你现在又穷 又不努力 看我的直播也没用 你学这么多一堆 照着做发现并不是这回事 对吧 对吧 这个就是可怜之处 这个就是可怜之处 知道吧 我告诉大家 最高分为女生要有钱 就大家都把钱看得太重要 紫阳我的好兄弟 对吧 他那些漂亮的女生 跟他出来吃饭 还要倒给他钱 怎么说 对不对 奎恩这位兄弟 我好兄弟紫阳出来 玩有些时候女生还要给他转账 给他发红包 给他报效路飞 怎么说 你来解释一下 奎恩来解释一下 那紫阳是不是有钱 紫阳穷的扣咖 知道吧 对吧 你怎么解释紫阳呢 假的吧 我找看到没有 你的 你的认知 就在于他妈的做到井底的青蛙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大 地球是圆的 你说不对 你说这个天空只有他妈井口那么大 对吧 我说这个世界除了有井口以外 还有飞机大炮火箭 你说这个是假的 对吧 那我有什么好说的 嗯 这个就不闹了啊兄弟们 我也有女人给我转过钱 也有女生给我转过钱 怎么说 要不要看马上两天记录给你翻出来 知道吧 这个 对他做不到这位别人做不到 是这个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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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嗯 你们这些人啊 我说句实话 需要教育 需要教育 好吧 那今天就